大家好,我是阿琳达 然后最近因为这场瘟疫呢 很多人都宅在家里 我也是成了宅女一枚 天天在家里呢 就是蓬头垢面 然后光吃不运动 肉都长身上了 那朋友们你们好吗 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平安的度过这场劫难 那在我身边有一些 不同信仰的朋友 在这场瘟疫当中啊 大家都会用不同的信仰 来寻找答案 在寻求这种心灵的安宁 自古呢 瘟疫的发生 往往都是来淘汰人的 也是对人们不相信神佛的一种报应 很多很有钱的国家 很富饶的国家 最后就是因为一场瘟疫 就会走向负灭 那这些例子呢 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大家知道 我们在最无助的时候 往往最容易是想起神 但也有很多人 他在面对这种生死绝境的时候 他想起来的不是神 然后他不是说 神啊神啊你来救救我吧 他常常喊的是 妈呀妈呀 救救我吧 好了 不和大家开玩笑了 那人像神祈祷呢 是应该的 很多历史的遗迹 都是在向我们展示 和见证着各种的神迹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今天的这场疫情啊 现在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 很多国家呢 都会让他们的民众 戴口罩啊 然后进行各种消毒啊 一些防疫的措施 那这些措施呢 是一些避免 瘟疫大范围扩散 和传染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但是这些措施都是物理上的 是现实环境方面的隔绝 来断绝人传人 当然这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又一个问题来了 那在这些措施的背后 人类是否掩盖了 我们自己应该去 如何的面对这场瘟疫 在精神方面的这种反观内省呢 我们看到很多人 都还在单纯地认为 这场瘟疫会马上地结束 甚至在等待着 这个瘟疫的解除 然后我好赶快回复到 我的正常的生活生产当中去 可是我们在这场灾难当中 到底能学到什么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教训 难道仅仅就是说 洗洗手 然后不吃野味 不接触什么野生动物 然后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这样诸如此类吗 那这样一场大的灾难 摆在我们人类面前 我们如果仅仅从这些方面 去观察和得出上述的 我所说的这几个教训的话 那只能说 人类你太短视了 这场瘟疫就是说 到目前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更多的人 都还没有被敲醒 自古呢 人与自然的和谐 就是一种天道的循环 天人合一的观念 非常的深入人心 人们信神 敬神 而今天的人呢 不信神 无神论 反对神 排斥神 然后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而且人不相信善恶有报 也不相信自己做了坏事会有报应 更不相信神佛就在天上看着你 什么人心生一念啊 天地尽皆知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东西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 人的道德就会变得越来越败坏 然后就会无恶不作 然后这社会呢就是整体的在这种大的这种环境当中 就带动了这个人类社会也一起在往下滑 所以就这个社会你会看到会出现非常多的这种灾难 然后你会看到什么经济危机 粮食危机啊 然后火山喷发呀 然后社会的这种动荡啊 还有北京的那种雾霾 对不对 还有这个大洪水啊 海啸啊 还有像这次这个瘟疫 还有地震等等都是来淘汰人类的 而这些都是因为人祸造成的 因为天灾都是由人祸起嘛 所以人无德必然会导致这些天灾人祸的发生 然后天地无道 灾祸自然就会跟上 就会降临到人类社会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它是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是一个天道的循环 它不断的这样的循环 然后最后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大的这种灾难 然后最后会走向一个负灭的命运 我说的这些绝对不是慰言耸听 不是吓唬人 这是一个天道 承住坏灭的规律 所以人类其实非常的渺小 只是人觉得自己很伟大罢了 大家想一想 我刚才说的这些 你是不是觉得挺遥远的 就好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其实怎么可能没关系啊 其实在纪念那个1月份 1月23号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 然后就整个就开始要封城了 那在封城的前一刻 你是不是还觉得这事跟你没关呢 是不是 你是不是还都在家里边 或者是在亲戚朋友家 在那个欢欣鼓舞的过新年啊 走亲访友啊 吃喝玩乐啊之类的 对不对 你丝毫没有觉得 这场瘟疫会如此突然的降临 你也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事 跟我没有关系 对不对 都是这种心态 而事实上呢 事实它就是以这种 最迅力不及掩耳之势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态势 横扫了全世界 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过了100万的人得了这个瘟疫 100万呢 而共产党满报的这个数字就更不问题了 很多的专家就估计说 在中国大陆实际的这个死亡和这个确诊人数 是它现在公布的22倍到40倍 这是不是也为今天这个瘟疫 停止在全世界蔓延提供了一个 不同的思考角度呢 特别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不仅仅应该忏悔和反思 我们自己的过错 然后我们更要反思 共产党是向在中国各种的社会乱象 共产党的满报造成了今天的这个瘟疫 扩展到了全世界 也和共产党走得近的国家 那那个疫情就是很严重啊 那你相反 你就会很轻微 所以反思中共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环 很多国家的政府现在还在配合中共 不敢和中共叫板 也不敢指出这场瘟疫的发源地 更不敢称中共病毒 其实就是怕共产党 怕中共 可你越是怕你越绥静 你这个疫情就越严重啊 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一点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中共病毒害世界 弥中世人要觉醒 对于中国人来说 那就是退出中共邪党 远离中共病毒 最近呢意大利也成为了 中共病毒的重灾区 我觉得意大利这个国家挺有意思的 历史上好多次的瘟疫 都是在这发生的 现在在意大利的这个罗马市中心啊 有一个大教堂 叫做圣马侧路大教堂 这个教堂非常的知名 那它之所以文明 于是呢 是因为在152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意大利也是发生了 一场大的瘟疫 死了很多的人 然后当时呢 就是这个大教堂 然后它就是举办了一个游行 就是让人们去忏悔啊 然后向神去祈祷啊 然后来赦免自己的罪过 希望人们能够得到神的救赎 但是一些文件也是记载 当时的这个主政者呢 也是一度地阻止这个游行的举办 但是这个游行还是举办了 这场游行它是84号发起的 到8月20号的时候 然后这个瘟疫就奇迹般地消失掉了 就没有了 然后很多人就说 这是神 听到了人们的忏悔 而显现的神迹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 在二战时期的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 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呢 也是迄今为止 人类建筑史上 建造时间最长的 一座哥特式建筑 它一共花了600年的时间才完工 它同时呢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尖塔教堂 大概有150米高 相当于一座50层的大厦 而今天呢 它已经成为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除了这个本身建筑的神奇以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大教堂 它内部的四壁上 它有着彩色的玻璃壁画 而这一万多块的彩色各异的玻璃壁画 今天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免受战火的侵蚀 这其中呢 是有一段故事的 可以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那今天呢 我就来给朋友们讲一讲这个故事 当时这个科隆大教堂半见半停的时候 就有很多无家可贵的流浪汉 然后每天晚上就会寄宿在这大教堂地下的游道里 因为这里是唯一可失落他们的地方 这些流浪汉当中有不少的盲人啊 残疾人啊 孤儿啊 还有一些失业的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大教堂赐予了他们这个小小的避难所 最终让他得以幸存下来 在二战后期 盟军决定轰炸德国西线最后的据点 科隆 这个消息一出呢 就是许多科隆人就纷纷地外逃 科隆大教堂一下就变空了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清楚 盟军肯定是要炸毁这个教堂的 因为它是当时科隆最高的建筑 炸掉它有很重大的意义 那当时就有一位流浪汉的一个老者 他就站出来就说 他说这个教堂过去给了我们无限的庇护 那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能力保护它被炸毁 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大教堂里的这些玻璃壁画 全部拆下来 然后让他们免于战祸 留给我们的后人 这个老者的提议呢就得到了所有的流浪汉的支持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拆碎壁画的工作 当时这个壁画呢有一万多块 然后你又要快速的 然后又要保证你在这个拆的过程当中你不被损毁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大教堂里的梯子都被锁了起来 流浪汉呢就只能上外边去借 有的时候借不到 然后甚至就去偷 在这个梯子的帮助下 有很多身体很健壮的这些流浪汉呢 他们就负责拆壁画 然后其他呢有一些身体残疾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负责把这个壁画呢 就是拆下了以后 赶快偷偷地运到地下的这个泳道里 把它藏好 这些流浪汉他们不停地奋战 就在快要拆到最高层的时候 盟军的轰炸机呼啸而至 马上就要投炸弹 然后来炸毁这个科隆大教堂了 那对于这些流浪汉来说 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地撤离 保证自身的安全 但是惊人的一幕却出现了 没有一个人选择逃离 每一个人都是还是照常的 一如既往地坚守在原地 继续在拆卸 做了这样的工作 然后最高层的有一圈壁画 需要从外边拆 所以就有好几个流浪汉呢 他就是在一个绳子的这个拉扯下 就把自己全身就搭在这个外边了 把自己当成了蜘蛛人一样 可是这个轰炸机就近在咫尺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就这样一个很危险的境地 但是他们没有害怕 也没有退缩 就这一幕就深深地震撼了 盟军轰炸机上的所有的军人 突然这个领头的轰炸机 又改变了方向 它这个上了膛的这个炮弹 并没有朝大教堂的主体发射过来 而只是象征性地朝它的周围啊 发了急跑过去 然后就飞走了 然后随后的几家这个轰炸机 也跟着做出了类似的动作 就敷衍了事地就飞走了 此后呢就是整个的柯龙 几乎被盟军的这个炮弹移为平地 许多的建筑都是面目悬飞了 但是唯有柯龙大教堂 依然耸立在沿路 这件事情就让很多人意识到 在最关键的时候 是神发挥了作用 庇护了柯龙大教堂 和这些流浪汉 而这个事情呢还没有结束 在2008年5月的时候 有一封解密二战盟军轰炸 柯龙飞机的这个记录呢 就揭开了这桩选仪 有一个代号名为MX78的军官 这样写道 当我决定改变主意 放过大教堂的那一刻起 我知道我会因此而受到处罚 但是当你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 将自己悬在高高的塔尖之外的时候 他们不顾生死的在抢救壁画的时候 相信你也会跟我做出同样的决定 就这样 二战期间一群流浪汉 在战火当中 保护了这座珍贵宏伟的大教堂 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力量 而是因为他们 仅仅是凭借着感恩和信念 信仰神 敬畏神 最终成全了他们 是神成全了他们的善心和善心 从而留下了这个建筑和这段奇迹 今天的科隆大教堂已经没有流浪汉了 但是呢 这些流浪汉们拯救过他的故事 却将被这个世界永远的铭记 这就是流浪汉和大教堂的故事 我的故事讲完了 那这群流浪汉给我最大的感觉呢 就好像是鱼躬鱼山一样 看上去呢 怎么看 怎么不忠悦 都是一些很弱小的力量 但最终正是这些弱小的力量 是一份判断的打数 是他们的精神 感天动地 感动了轰炸科隆的机长 感动了神 而神 也最终因为他们的善举 而呵护了他 使大教堂免于战火 也让他们保留了生命 把这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了可能 而出现了这样的一场神迹 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那些流浪汉来说 有两个时间点是对他们来的最难的 然后第一个就是 当他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他们必须要放下恐惧 然后来勇敢地面对 第二个就是德军在这个轰炸机啊 他近在咫尺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丧命的时候 但是他们没有退缩 那到底是什么力量 让他们继续做下去呢 我认为 这就是信念和信仰 是信仰的力量 是他们战上了恐惧 而这一次呢 他们必须是执念生死 放下生死 其实无论是谁 这一辈子总会有那么几个关键的点 然后会成为 成就我们生命位置的坐标 那有个人就是选择了这份义举 并且战胜了恐惧和自我 于是呢 就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 找对了一次方向 而这种坐标越多 离神就越近 相反 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无法抓住 那个关键的时刻 也就浪费了神 为我们精心安排和打造的人生的路 读过去的故事 会让我们增长勇气与智慧 但我们那些关键的时刻 那些关键的坐标出现的时候 就知道如何去选择 朋友们 不管你今天信或是不信 神都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你的眼睛看不到 但请不要轻易就去下决论 去否定 因为人都是会变的 你的观念也会改变的 也许你今天 还在嘲笑别人信仰的时候 说不定明天 你也会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 你会嘲笑你自己昨日的无知 人生而为人 不是让你在人世间 吃和玩乐当中 走完你的一生的 神给了你生命 是为了让你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 因为你有更大的使命 对线事约返回天庭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阿琳达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在YouTube上订阅 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